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生于李海之斌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之中 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神童 四岁开始阅读 七岁自续完成了中学数学课程 十二岁学会了积分 十三岁学会了微分 在同龄人嬉闹游戏的时候 他却着迷于数字和几何图形 一九二一年 十三岁的朗道中学毕业 但此时他的父母认为 他上大学还太小 特别是父亲 希望他选一个更为实用些的专业 于是朗道便遵从父亲的意愿 同他姐姐一起到经济技术学院 学习财经 可由于缺乏兴趣 在那里待了一年后 朗道终于在一九二二年 转入八国大学 学习数学 物理学和化学 这时他才十四岁 一九二四年 在八国大学毕业后 朗道来到了圣彼得堡 此时正值列宁去世 圣彼得堡被译名为列宁格勒 而朗道就进入了 同时译名的列宁格勒大学 在二十年代 列宁格勒大学 可以说是苏联科学 特别是物理学研究的中心 当时苏联一些很有名望的物理学家 如约菲 福克 富伦克尔等人 都在此授课 从他们那里 朗道第一次接触到了 物理学发展的浪潮 了解到当时尚处于 形成阶段的量子理论 在列宁格勒物理系学习时 朗道把全部的热情 倾注于学习 有的时候 累得脑子里不停地盘旋着 各种公式而无法入睡 十九岁生日的前两天 朗道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 并于同年十月 开始了他在欧洲进修的经历 在这段时间中 朗道拜访了许多当时顶尖的量子物理学家 在同这些大师的交往中 充分展示了他的才能和个性 他曾在爱因斯坦的演讲中 大胆质疑了爱因斯坦推算过程中的不严谨 也曾为哥本哈根精神所感染 成为波尔研究班上的活跃分子 在为期不到两年的欧洲游学阶段 朗道在金属理论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 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会上 朗道也总可以做出独到的判断与见解 难怪波尔会说 正是由于朗道 使许多讨论会的水平上升了 欧洲建修结束后 朗道准备回国 虽有人暗示他不要回去 但朗道仍以加国大一为首要 声称 我必须为我的国家工作 回国后的朗道依然待在列宁格勒 政府部门专门为他建立了物理问题研究所 尽管朗道的内心深处赞成革命 听按自己的理解而相信马克思主义 但他反对中世纪的思想专制和独裁专断 于是与当权者有了矛盾了 另外 由于他在学术研究领域与领导产生分歧 迫于种种形式压力 不得不离开列宁格勒 之后朗道在哈尔科夫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哈尔科夫的生活 堪称是朗道科研生涯 乃至人生生涯的黄金时期 在还没经历论文答辩的环节 他就被破格录取 获得了博士学位 并在哈尔科夫大学任教 他发展了普遍的二级相变理论 为后续先行相变的研究开输了道路 同时 他在铁磁丝绸 原子核物理学 气体分子运动论等方面 也颇有建树 他遇到了他心中最美的姑娘 孔克尔迪亚 德罗班特塞瓦 并同他结婚了 他们的独子继承了父亲的科研基因 后来也成为了一名 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除了对于物理学的理论研究之外 朗道还很注重物理学的传承与教学 为了使学生们在物理学方面达好基础 朗道专门为中学生编辑了大众物理 以通俗有趣的形式 使初学者更好的入门 他和他的学生李福西兹合作完成的理论物理学教程 获得了列宁奖 他还创立了著名的理论物理学须知 即为后世所知的朗道壁垒 其中涉及到理论物理学的众多分支 不知何时 在朗道身边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 朗道学派 朗道秉承着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 并以此来要求学生 重视实用性 提倡思想交流 常常一人见血地指出别人的错误 这使得当时的年轻人 对这样的老师既向往又畏惧 所谓严师出高途 朗道的学生 后来都成为苏联物理学和空间科学领域的带头人 后来朗道离开了哈尔科夫 而当时他在哈尔科夫的一些 最有才能的学生和同事 也随他而去了 朗道迟开了哈尔科夫的学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当朗道步入科学的风扇期时 一场意外的车祸剥夺了他的工作能力 1962年1月7日晨 朗道去杜布纳林河原子核研究所 在途中他乘车时和载种汽车相撞 别人都安然无恙 唯有朗道因反应痴缓而多处受伤 在车祸中 朗道断了11根骨头 并投过骨折 苏联最好的一生为拯救朗道的生命而竭尽全力 杰克 法国 加拿大的很多医学教授等得知消息后 纷纷前来会诊 世界许多物理学家也相继借了名贵的药材 在经历数次临床死亡判决之后 经过精心治疗 朗道的生命虽然保住了 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使他失去了做物理学研究的能力 也是在这一年 朗道凭借他提出的凝聚态和液害的理论 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朗道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席 诺贝尔奖基金会打破惯例 远赴苏联亲自受奖于他 值得一提的是 这条24年前被提出的理论 只是朗道所研究领域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经历车祸后的他 生命勉强延续了六年 于1968年与世长辞 朗道生前曾说 我这辈子没有白火 总是世事成功 可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科学成就都源于坚持 努力以及不懈探索的热情 从来不存在只凭运气和侥幸的成功 科学的研究的深入 会使个体感到卑微 朗道将爱因斯坦置于他衡量标尺的地半流 使自己为第二流半 然而这世间 真正的天才光辉 不会因为比较而暗淡 正所谓 兽欲萧萧 依水头 风一清夜 鹿一秋 更叫仙迹 旁边立 近视人间 第一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天才简史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关于朗道的故事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天才简史 回复关键字 朗道 就可以接收到朗道实卷的电子版内容了 本期结束 咱们下周二 同一时间 天才简史 不见 不散 他的名字 家喻户晓 许多外国人远赴中国 就是为了向他学习技术 他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发明特等奖获得者 他被誉为当代神农史 他的研究被称为既指南针 火药 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那么他是谁呢 下周天才简史节目 将为你们讲述这个当代神农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